各位網友大家好 又是我吳仔 今天講這個問題 大家都看到的 現在香港的問題非常嚴峻 說有一班留學生回流回香港 但是在自願隔離 即自律隔離的時候 他們就剪手帶 就貼上IG 搞成天才可以走出去 這些全部現在網上瘋傳熱話 在討論 今天要講的是 這些青少年 為什麼他們會發生這些問題呢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可以按LIKE 訂閱 搞個鈴鐺 最重要是Payme少少無區 多多益 那這班人 其實他們的年紀 有些看見是十八九歲 其實這些都是青少年 青春期可以這樣說 那這班人 其實為什麼會這樣 有些人說質素比強國人更差 還說浸過鹹水 都沒有辦法的 因為這些小朋友 其實他們本身自己的家人 都不太疼愛他 或者已經是扔了他外國 放縱他 那你想一下 在那些年紀 你都有試過青春期 真的很不聽話 人家叫他不要做那件事 他偏要做 其實人在這個時期 就是會去反思自己的人生 去想 為什麼你是A 不可以是B 但是上面那班有頑固 頑固那班 就覺得要是A 所以就形成了一些 跨一代的代溝問題 現在香港這些問題 都很嚴重 看到 所以這班小朋友 本身那個年紀 已經是一個反叛期 再加上還扔過外國玩 那你就知道 在外國是多麼 那些女生是多麼風情蠻種 多麼開放 那一個小小的分享 那我曾經有個朋友 他在外國就讀過書 英國 英國的感覺 就是比我本人的感覺 其實都不是說 好像美國啊 南美啊 那些那麼開放 就是沒有法國那些 那麼浪漫 那麼開放的地方 英國給我感覺 是不是會保守一點點 就是大家都是穿西裝骨骨 傳統校服 因為我們 香港其實的文化 都是跟英國的 那但是呢 原來呢 他告訴我 英國的女孩子 這個消息是十幾年前 他說英國的女孩子 都是非常之的性開放 他那時候讀大學呢 他夠膽死了一個女孩子 一個女孩子 是跟一班男孩子 一班四十人 二十男二十女 其中一個女孩子 是同時如果二十個男孩子 全部都睡過的 大家跟著是討論的 在班上是可以說 同一件事 I sleep with Mary Yesterday Tomorrow I sleep with you 那些什麼 那些什麼 就是戀了龍 戀了大龍 那加上 外國呢 吸毒的文化呢 也都相當之那麼普遍 那不要說 酒精那麼簡單 所有的迷患藥 我相信 因為他們那邊的吸毒 他們太悶了 在外國 所以呢 夜生活呢 唯有只能夠去那些夜店 那些夜店呢 就只能夠 是得到那些 這樣的娛樂 所以他們呢 都很容易 學壞 所以呢 那些家長呢 如果真是 想那些小朋友好呢 你不是只給錢 他國外國讀書的 你供他外國讀書 之後 他拿一張沙子 拿一張沙子 來到香港 他是一個有學歷的人 但是你不要搞了一個有學歷的人渣出來 如果不是呢 那社會呢 是會被你們搞到 可能大家 大家都有壞過啦 我又可以分享少少 在青春期的時候 究竟我 我五仔本人有多麼反叛 大家在那兒看 五仔 現在經常在那兒 跟人說人生道理 又說法 又說氣功 又說醫學 又說慈愛 又說平等 原來五仔呢 在青春期的時候 都是非常非常非常之壞 告訴你 在一間學校裡面 最壞的就是我 不知道你們有沒有試過這麼有型 因為我很小時候呢 我就覺得呢 一上到中學呢 這個教育呢 就是讀的那些書呢 很多東西都好像 咦 沒什麼用的 那我經常在那兒反思 其實我讀這些東西 在我社會裏做人 是 即是有沒有幫助的呢 對我將來出來找工啊 找錢 那我經常在想這些東西 那加上呢 那些老師呢 對我又是有點偏見 當年青春期 那我呢 試過呢 做過一件最厲害的事情 就是呢 我被人停學的 到中午最後是被人停課 我趕走出去的 那但是呢 在那些老師呢 好像押反那押我出去的時候呢 那我拿著搭書嘛 拿著搭書嘛 我說 我看他們面前說 我說 我做了一點點東西先 那然後呢 我就走去那個 廢支回收箱呢 把我那些 所有的書本呢 全部丟進去 拿去回收 我說 這些東西是放在這裡的 這樣 那你問我 現在有沒有後悔做過這些東西呢 對我的人生來講呢 是沒有的 但是可能對其他人生呢 是有的 那所以呢 你們呢 想清楚 我不會像其他YouTuber那樣 跟人說 讀書沒有用的啊 讀書什麼什麼 不是 讀書有用的 知識是非常有用的 但是每個人是適合不同的知識 不是每個人讀同一樣的知識 教育呢 是應該是發展一個人 而不是把任何所有不同的人 同化成一種人 這樣呢 才是一個地球呢 可以很良好地繼續運轉下去的 那我覺得香港政府應該對 這一班小朋友 就是這班這麼反叛青少年 又剪手帶啊 應該做些什麼 要立即做 我覺得 你們應該呢 就叫警方呢 馬上通緝這些人 那這些人呢 就真的有了資料的嘛 那麼警方呢 就要做事了 是 真的這次你穿保護衣 你不要走很遠啊 這次你真的要出去抓這些人 他現在是犯法 Exactly是犯法 我不知道你立個例 是好像要監禁 罰錢那些 麻煩你做抓他 或者你嚴懲他 但是你不要打傷他 在中國 現在中國呢 其實頒了一個法例呢 就是 如果故意散播病毒的話 是要死刑的 我們告訴你 搞這些事呢 是窗弊的 所以我現在呼籲 香港的青少年 如果你是回流回來 你是隔離期間 你不要剪手帶 你不要亂地周圍走 因為每個人呢 有他的公民責任的 如果你做這些事呢 可能你沒事啊 但是你有些病菌在你的手啊 什麼身上 或者你是一個隱形傳播患者 那就糟糕了 因為這條街很多老人家周圍走 那些公共的交通工具 也是你手周圍碰 又會打一次吃東西啊 那些餐具啊 那大家是想這件事快些完 不是想 在這個疫情裏面 你照樣可以開心啊 玩啊 做你平時做開的事 先不要這麼自私 大家都停一停 因為你看到一個新聞 地球 現在人類是停工啊 但是呢 很開心的消息就是 在人類停工的時候 整個地球的環境呢 是漂亮了很多的 在衛星上面 看下來的照片呢 現在是完全感覺到 是地球的福氣 反而回復著 令到人反思呢 其實人類呢 會不會就是地球的癌細胞呢 那我覺得呢 是還是不是呢 是在乎人的一念之間的 如果人本身是環保啊 善向啊 就是對社會有貢獻 人絕對不是地球的癌細胞來的 如果人能夠跟其他不同的物種 和目共處啊 不要佔據啊 貪婪啊 侵略啊 破壞啊 人類絕對是地球的良好的細胞來的 那所以呢 最緊要就是教育 最緊要呢 就是搞好些教育 因為那些回流學生呢 其實以我做了這麼多年人呢 因為很多朋友都在外國讀書回來 就認識到啦 其實他們呢 思想的確是比較開放些 無論是性啦 就是對毒品的抗拒性啦 或者是對一些 其實很多方面他們是nice的 是自由的 那思想是自由啊 其實也是be friendly 但我剛才說的那些思想呢 不影響到人呢 是沒有問題的 就是就是 你有蘭桂芳很多 在外國讀書啊 外國人啊 在那裡啊 那些 那些 怎樣怎樣戀農啊 又說有個50歲的確診 曾經是和多人呢 就一夜情啊 在蘭桂芳這些這樣的 色情男女之地 那這些呢 不影響到人呢 是沒有問題的 如果自己的 但是呢 現在呢 公眾秩序的問題 所以呢 大家都要好好反思 要做一個公民的責任 如果你现在看到留学生这样感染,他们都可以这样剪手带周围走,可想而知,为什么外国爆得这么厉害? 一来他们又互相亲戚,很友善,二来又很亲戚,防范意识始终是低的,始终我们香港人当时03年经过沙士的时候,他们还是很小过,他们可能都是被照顾或未出世的一群 所以如果我们这些长辈,大哥哥,见过那时候沙士是死人死得很惨,如果你们没见过,可以在YouTube找一些影片来看 香港其实一直都受得挺好的,这个地方,他的感染率都算是偏低,当然不是香港政府的功劳 当然是每一位市民他们自己有自己的责任,带好口罩,勤洗手,用酒精,大家还有派口罩,互助互爱的精神 所以再一次呼吁,各位留学生,如果你们真的在隔离,留在家里吧,五仔常常会陪着你,看影片,讲很多人生道理给你听 你们不要再出去搞那些东西了,乖乖地留在家里,有东西吃,打下机,看下影片,按个like,subscribe,搞个铃铃,pay me给五仔,大家都开心了,好吗? 今天时间是这么多,bye!